详细的来了解台南这起命案的背后 外号状元的47岁任性死者 根据家族表示 他目前是从事租赁相关的工作 为让海派在地方上小有名气 而警方初步的调查 死者前一天一次就是因为跟建商开发案 两派的人马瞧不拢爆发冲突 而他被殴伤之后呢 还在脸书上呛瞎 另外没有想到说他隔天赴了一场鸿门宴 被虐打致死 一个个被带回警局 几个就是虐打人自死的嫌犯 他们跟死者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 而把人活活打死 根据警方初步调查 不排除幕后有指使者 东方都有涉及一些纠结 那也是因为相关的一个建商的 一个之间的纠纷 有掌握祖贤了吗 然后是不是一个地方的 刚关出来的老大 这部分我们不排除 整起案件因建商开发案而起 而人性死者事发前 就是因为开发案 乔布隆两派人马爆发冲突 他被人殴打 回家后就在脸书留言 今天你让我挂彩 改天我让你挂箱 朋友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回复说被欺负了 还要约他玩家 没想到隔天就被朋友设局 赴了鸿门宴 他说他要去吃饭 然后吃饭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这一走既是长死结 让死者前妻跟姐姐伤心欲绝 外号囧玩的47岁人性死者 家属说他目前从事租赁相关工作 为人海派在地方上小有名气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 这次会为了帮人瞧事情 让自己丢了命 至于幕后的指示者 警方目前全力追弃 华氏新闻刘涵生 邱君平 邱显雄 SNG小组 台南报道